好 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寶貝 我們也希望黃小弟早日康復 另外來看到奶嘴改得像是口罩一樣 您看過嗎 臺中藝尼媽媽發現 脫嬰中心的老師疑似變異形式 將奶嘴記上的繩子改造成像口罩一樣 讓他的兒子一直吃 省去撿奶嘴的麻煩 媽媽非常的生氣 擔心小孩會有窒息的危險 而脫嬰中心只回應 目前配合社會局進行調查 奶嘴被記上兩條繩子 看起來就像口罩一樣 臺中一位媽媽發現自己送到 脫嬰中心的兒子疑似被掛上了 這樣的奶嘴 懷疑是老師便宜行事 讓小孩可以一直吃 不會掉就不會吵 來到臺中這一間脫嬰中心 業者說社會局已經介入調查 不方便回應 也不說有沒有強迫 小孩吃奶嘴 但媽媽在臉書PO文說 園長跟他解釋是老師情緒不好 但還是讓他無法接受 許多的父母看到這樣的奶嘴 也覺得很危險 實際詢問專業的小兒科醫師 醫師強調將奶嘴掛上繩子 強迫小孩吃 絕對是錯誤的照顧方式 小朋友比較好動 他卡到喉嚨或是卡到 我是說下巴的部分 那會不會造成他有脖子累到的可能 也是有 除了會有窒息的可能 醫師也認為強迫吃奶嘴 對幼兒牙齒的生長也不好 雖然嬰兒哭鬧 可以適當用奶嘴安撫 但醫師還是建議父母要試著找出 哭鬧的原因 而不是強災奶嘴 避免小孩產生過度的依賴性 環市新聞 無良利品新台中報導